台東的健康最近這天還有一個 的喝酒塞車來喝到八十九公斤 有七十九公斤的風雨傘 要來出發喝酒塞車 在國館市的地檢室 在最近這一禮拜 已經六十七人 這酒醉塞車的比喻 讓人發覺自行 台東館健康自完蛋到 他開始執行酒家主題 公布在國養町 市區重要路口責件 到十日已經喝到八十九公斤酒家 其中有七十九公斤 違反共共危險罪以上發辦 比例有較高 法務部今年對酒家違反的行為 全世界嚴格折迫 違反的就是發行中台的救助動員 台東地檢室上禮拜就對一位 五年來換三遍酒家 比法醫破行確定的家屬人 強制發感折迫 地檢室說會嚴格進辦酒家案件 本屬是一律發間執行 那另外如果情節重大 也是一樣會考量到個案的情節 也會發間執行 全國庭的這群一禮拜 有六十七人酒家發行過程 比法官接程 法務部強調有關心 嚴重酒家的行為 記者綜合部讀